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介绍市场数据 在介绍市场数据之前 我首先为大家做个概述 从同比上来看 中间价位持续上升 环比有部分城市下降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 库存量增加 销售量减少 下面让我们来看8个主要城市 具体市场数据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 同比和环比数据分析图 5月份房屋中间价位 同比除Plecenton以外均有所增加 5月份中间价位环比 除Plecenton,Fremont和Dublin以外 其余均有所增加 5月份房屋销售同比 普遍减少 5月份房屋销售环比 除Dublin,WarnerQuick之外 普遍减少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5月份 房屋库存量同比 除Fremont,Dublin,WarnerQuick之外 均有所增加 5月份房屋库存环比 除了Dublin略有减少 Catral Value持平以外 其余城市均有所增加 中间价位同比 Plecenton80万 减少8.05% Livermore 91万 增加22.56% Catral Value 115万5 增加81.89% Fremont 90万05千 增加25.26% 库存量同比 Plecenton7套 增加17% Livermore14套 增加8% Catral Value 7套 增加75% Fremont 71套 减少4% 再看一下销售量同比 Plecenton13套 减少38.1% Livermore26套 减少13.33% Catral Value 6套 减少14.29% Fremont 65套 减少14.47% 再看一下其他几个城市 中间价位同比 Dublin 103万6 同比增加15.1% Catral Value 91万6 增加29.47% Denvio 117万6 增加31.62% Worna Quick 70万 增加14.38% 库存量同比 Dublin 27套 增加59% Sanrymon 28套 增加100% Denvio 5套 减少50% Worna Quick 61套 减少40%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销售量同比 Dublin 42套 减少10.64% Sanrymon 19套 减少58.70% Denvio 15套 减少31.82% Worna Quick 96套 减少18.64% 根据上述 8个主要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并没有出现 现在崩盘的迹象 但是市场在放缓 未来的市场走向 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利息 股市 通货膨胀 和就业市场 我们将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 及时更新市场数据 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为我们点赞 关注 和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